昨天深夜11点多 一架空情总队UH60M编号706的黑鹰直升机 到蓝宇执行病患医疗后送服务的任务 而在飞离蓝宇机场几分钟之后 突然失去音讯 机上的6名人员包括空情3人 患者、家属以及护理师全数失联 早上9点半 内政部长叶俊荣也针对这起意外发表谈话 11点48分起飞之后 在三分钟我们就发觉那个红点消失了 那这当然有各种原因 我们还在实际的在调查过程当中 那里面有正驾驶、副驾驶 还有我们的维修人员 再加上病患、病患家属 还有一个护理人员 总共有6人 黑鹰直升机在一片漆黑当中正准备起飞 画面上可以看到当时的风势相当的强劲 这一次的任务目的是要执行医疗后送服务 紧急要把一名蓝宇当地的张姓病患送往台东来治疗 黑夜中直升机上发出的黑红色闪光 成为当地民众最后目击的画面 在直升机飞离蓝宇机场大约100公尺之后 突然光点就从雷达上消失 机上的6名人员包括空勤康姓正驾驶 康姓副驾驶、陈姓机工长、张姓患者、黄姓家属 以及卫生所的蔡姓护理人员目前都失踪联系不上 消防署、空勤总队都已经派遣舰艇直升机到事故地点进行搜救 附近渔船也前往协助 而另外海巡署也会派水下小组潜水与在地潜水业者共同来搜寻 只不过蓝宇附近海面海向相当不佳 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感谢观看